连日来 我是社会各界纷纷奉献爱心 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今天中午12点35分 韩国爱多美公司捐赠的6万个KF94防疫用口罩 搭乘巴拿马快车号货轮抵达烟台港 该批物资为企业定向捐赠给烟台市抗击疫情一线有关单位 在得知疫情情况之后 我们公司在韩国想尽一切办法 然后购买了14万的防疫用KF94口罩 然后今天的话是在通过海运的方式向烟台捐赠了6万个 然后剩余的8万个通过空运的方式 然后向武汉进行捐赠 我们会持续关注疫情的发展 如果后续疫情有任何需要 我们也会努力从国外进行物资援助 为了保证这批货物快速通关 烟台海关和海市等部门开设绿色通道 全力保障防疫物资零延时快速通关 确保物资第一时间投入抗击疫情一线 海关一线全部采取7×24小时通关服务模式 全力坚持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 设立烟台海关疫情防控物资快速通关专用窗口 24小时全天后对进口的物资随到随放 特别是对捐赠进口的防控物资 先登记放行 后安规定不办相关减免税手续 同时以多种渠道对外发布热线电话 24小时在线接受企业咨询进口捐赠事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